中国骸客乳情问题被视为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 昨天在欧巴马与习近平会面前一天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公布了独立团队的研究报告 建议在全球范围内维护开放安全的网络 并邀请IBM前追寻长等参与研究的专家座谈 主持人开门见山就提出怎么应对中国骸客的问题 曾担任副国务卿和驻联合国大使的内格罗彭特 与IBM前执行长彭明胜领军做出的这份报告 建议把网络安全问题纳入自由贸易条款 因为很多国家都希望进入美国市场 在这方面美国有很多筹码 已经去过中国35次的彭明胜认为 中共官员看重国际贸易 网络安全的对话不仅在政府之间 应扩大到有切身利益的商业群体 这份报告提出 骇客攻击最大的威胁不是单一突袭以瘫痪美国 而是大量密集的窃取战略情报 使美国对网络安全的信心受挫 目前造成的知识产权损失估计达1500亿美元 美国政府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网络间谍源头 这份报告也证实这一点 同时建议美国政府各个部门 把网络安全制度化跨部门合作 中国网民也饱受中共政府网络审查之苦 关注中国人权的人士 建议多与中国民众建立联系 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 亚当·希格尔表示 这份报告可以在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网站上获取 新唐人记者南清纽约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